大宗商品普遍上涨 但原油的走势却完全相反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arina 大宗商品近期波动剧烈 我们看到离矿股在近期经历了一波大涨 但是之前屡创新高的原油却在持续下行当中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在宣布对俄罗斯只是新一轮的制裁的时候 高度依赖俄罗斯原油进口的欧盟 却没有禁止俄罗斯原油 这使得本来因担心供给会严重不足 而导致的恐慌性上涨的原油 有了一小波的回调 最后在美国宣布大举抛售战略原油储备 抑制油价以后 上周IEA宣布了47年历史上最大的油储释放量 IEA表示其成员国已同意释放1.2亿的石油储备 已在俄乌冲突之后为油价降温 而美国也在此前表示了 未来6个月美国将每天释放100万桶的战略石油储备 共大规模释放8亿桶的石油 这些消息无疑不再进一步的打压着油价 短期来看大规模的释放油储 这个行为能够增加流动 对冲俄罗斯原油供应减缓 抑制油价的上行 但战略性的释放储存实际上只是储存性质的转移 并不会改变原油的整体供需 此次释放的库存行为缺乏可持续性 因此长期来看油价有着进一步回弹的可能 商品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消息 钻石涌很久一颗涌流传 相信这句话大家并不陌生 来自The BS的这条广告让钻石风靡几十年之久 使钻石一夜成为世界五大珍贵宝石之首 不过即将播报的消息和The BS没有太大关系 而是一家生产钻石数量与The BS相当的公司Arosa有关 Arosa是一家俄罗斯的钻石开采公司 它生产着世界30%的钻石 它的开采能力占俄罗斯钻石开采总量的90% 钻石是俄罗斯价值最高的非能源出口之一 2021年出口总额超过45亿美元 而本次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涉及了对俄罗斯钻石矿商Arosa的限制 Arosa的客户以及其他同行被要求在5月7日之前 停止与这家国有控股的俄罗斯矿业公司的所有交易 其中美国的一些高奢品牌表示 随着公司要求将该国产品从供应链中的移除压力越来越大 他们将停止购买在俄罗斯开采的新钻石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